叫嚣着要阻挠中国的统一 美国所谓的专家给白宫出了馊主意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我是卢中成 随着中美博弈的白热化 美国政坛上的反华言论 开始成为了主流 甚至都演变成了反华不绝对 就等于绝对不反华的极端政治倾向 在那样的极端环境里 美国若是能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英 那恐怕都得寄托他们的耶稣显灵了 不过所谓的极端专家却是越来越多了 最近就冒出了一个美国的专家 给白宫出了主意 要阻挠中国的统一 只不过他的搜独意 却把日韩听得是满头的问号 这个事情来自于美国媒体 美国海军协会的一份获奖文章 作者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叫凯尔·雷克吉的中尉 一个非常典型的键盘侠和专家 至于为什么我们晚点再说 我们先来说说他到底给白宫出了什么馊主意 这个中尉专家他在文章中提到 未来如果中国大陆启动了统一进程 那么美国就要在关键性海域部署水雷 很可能阻挠解放军登陆台岛 如何在关键海域快速步雷 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 那这个中尉基本上提了两个方向 一个是引用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马修坎西安的博士 所编写的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步雷战役一书 认为美军应当使用轰炸机来进行高空步雷 一次性将800到3800枚水雷由南到北 快速投放到整个台湾岛周边海域 甚至为了防止我解放军从台湾岛东部登陆 还要在宫古海峡巴士海峡都布满水雷 以彻底阻绝我解放军的登陆通道 他认为我解放军小泥船很少 并且在台岛暗防火力骚扰的情况下 解放军每天能排除掉的水雷数量将极其有限 而伴随着西方国家的介入 这些布置的水雷拖延了时间 极有可能让中国大陆知难而退 放弃统一进程 另一个方向 那位中卫专家觉得还可以从中国上一次的 气球事件中学习一下经验 制造大量能在平流层飘荡的气球 从美国本土放飞 到达台海上空后不雷 哪怕被击落了 损失也是很小的 这里我们就必须吐槽他一下了 理论上来说 那名中卫的办法有一点可行性 但问题是 以大气流动的规则来看 他预想中的布雷气球 需要从美国飞过大西洋 然后再横穿欧亚大陆 大概率得从俄罗斯那边空域过来 然后还要穿越中国大陆 最后才能进入台海地区 也就是他得横飘大半个气球的旅程 所以很大概率他这雷还没飘到台湾海峡 就可能先砸到俄罗斯人的头上了 到那时候乱子可就大了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最开始为什么说那位中卫专家 那个货是个键盘侠和所谓专家 他的布雷逻辑啊 把台湾周边海域都用水雷给围起了 不让我解放军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 台湾人如何出去呢 一旦我解放军宣布在台海设立禁飞区 那台岛就是块死地了 如果解放军真有心呢 还会主动帮美国人再围一圈水雷 那解放军都不用打了 里边的人都将被困死了 额外再提一句啊 台岛的粮食自给率仅为30% 美国人要是真那么布水雷的话 排雷最欢的 大概率是台湾地区的民众了 而且啊 我们在以前多期节目中也早就提过 日韩能积极配合美国介入台海局势 一方面呢是他们对美国战队表忠心 而另一方面更关键的 那就是因为台岛两侧的海上航道 那可是日韩两国的海上生命线 一旦中国统一了 他们的海上生命线就捏在了我们中国手里 所以日韩两国冒险也要介入台海 阻止我们中国统一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在台岛周边海域航道上布满了水雷 那日韩两国的海上生命线不就被美国给掐断了吗 中国统一了 好歹也只是威胁到了日韩的海上生命线 现在美国则是直接把航线给掐断了 所以日韩两国估计是听得满头的问号 你美国这到底是要阻挠中国的统一呢 还是要顺便弄死日韩两国呢 这个还真挺有意思的 各位网友说是不是呢 欢迎各位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